唱歌唱到打起来 新北市三重一家KTV 周日 16日 凌晨二时许 发生斗凹事件 陈姓男子与其他五名友人在包厢内唱歌时 酒醉的张姓男子因走错包厢意外创入 陈男当场不爽并与对方发生口角 拉扯 前来寻找张男的三名友人也加入混战 甚至用灭火器乱喷 瞬间演变成十人大乱斗 警方获报后 派出快大部队到现场架开双方 但在酒精的作用下 两派人马不仅跟远景枪升 更助手推开远景 待双方冷静之后 频频向警方致歉 表示只是误会一场 但全案仍依防害秩序罪 移送新北的检署侦办 新北市三重一家KTV 周日 16日 凌晨二时许 发生斗凹事件 男子因酒醉走错包厢引发对方不爽 两派人马发生口角 瞬间演变成十人大乱斗 警方获报后到场 将滋事的十人带回警局 警驱后则依防害秩序罪 咸香十人移送法办 记者谢雨昕翻设 分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兴